花莲县政府整治山站溪河道引发生态破坏的议题持续的在延烧 立委陈寅花莲服务处的主任林一郎向县议员张美慧陈情反应 花莲县议会也随即组成了专案小组进行会刊 召集人张美慧、县议员杨华美邀集了秀林乡公所、花莲县政府建设处 还有村民们在22号下午前往山站溪现场会刊 召集人表示整治山站溪的前花莲县政府 就没有在社区召开施工前的说明会 整治起来好像沙石场造成地方的伤害 也要县府们能够做好补救的工作 山山溪河道整治工程在施工之前 花莲县政府没有召开地方说明会就直接施工 由于网友们看到整治河道的几项是相当不可思议 有如沙市场的画面影响到当地的生态 立委成因花莲服务处主任林一郎 并且向县议员张美慧澄清反应 花莲县议会也组成专案来进行协调 召集人张美慧 仙妍杨华美 周俊佑 田云新 修林乡的王美贵 花莲县政府建设处修林乡名代表金云乡 林俊雄和村民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同时听起村民们反应 经过一个小时的沟通之后 最后决议先停工并且召开说明会和部落沟通之后 再请布公 花莲县政府建设处水利科在 对于部落安全对于美景景观的这些问题都是被破坏在这个工程当中 所以其实引发了一波的疑慮 那我们今天我们接到民众的成情 我们特别来到这个三战部落 那很多的乡亲也一起来关心 那把他们的意见表达出来让 让县政府能够了解 那我们讲这个工程当然是要以民众的安全 当然又不能够破坏这个生态 要有环境保护 这些都要具备 那经过大家的意见的沟通跟讨论 以及地方的一个要求之下 所以就是暂时停工三天 在这个三战西的轮道整理工程 那另外因为这边要开部落的一个会议 所以在部落会议当中请指县政府建设处水利科这里 再把一些相关的工程的细节 让社区的民众部落的乡亲能够理解 能够了解在工法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5月1号开始就是防训期了 县政府也有在这个推动 这个在河道整理这个压力 所以希望能够获得双赢的一个局面 在部落的一个会议当中 那善尽沟通的一个责任 当然施工也要完善要恰当 那不能够破坏到生态 那又能够维护到部落的安全 召集人张美会表示 欢迎政府进行河道整治工程 本来亦是良善的 不过施工之前没有在地方召开说明会 做起来的量子是相当粗糙 引发网友和村民的反弹 需要透过这次的协调会 双方能够做好沟通 共同来营造美好的新部落 记得终于收藏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